歡迎回到開市錦囊的環節 先介紹廠開新的嘉賓 就是要財證券的分析員王偉豪 Wafi 你好 Wafi 我們先看看恒指開市表現 恒指開市現貨跌133點 暫時去到19070點 跌了0.7% 其指方面跌265點 低水62點 暫時去到19012點 國企指數跌111點 跌超過1% 最新報10516點 稍後再回來和你看看市況 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黎小姐早晨 早晨 黎小姐 早晨 Bissi 你好 你好 你想問哪隻股份 992 992 有貨本身 我有貨 買了很久 6.9號 我想問上升空間有多少 先出貨 現下5.9號4 今天跟大市跌超過1% 早前看到有大行帳號 加上市佔率不斷穩步上揚 聯想股價亦做得不錯 但之前那位6.9號多買的家庭觀眾 現下5.9號4要不先離開呢 如果你說6.9號多買 現在捱到回來5.9號多 還欠大約1元左右的水位 究竟現下段走不走好 我會建議可以叫升空間 就是繼續持有著 因為怎樣說呢 正如不斷有大行帳號 或者實質的業務上面 都免得有改善之下 再加上市佔率 有一個明顯的上升底下 我覺得未來的前景上面 是繼續可以看得不錯的 但問題就是 現下段的確你都會看到 整個圖都知道的 到近期衝高完之後 亦都靠近去年11月頭的高位 好像正正都看到 暫時不知道會不會衝不破 又再少少下來 所以打來問一問 都是一個正常的行動 但我挺建議可以叫先行等等 因為我覺得這幾下上來 其實相關不是一個 沒有什麼支持底下的升 正正來說都看到 有一點點不錯的買款去推進 我覺得接下來 上升突破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一個時間性的問題 只不過巧合地 預定今天的市場 稍微不太離開 所以今天低開了一點 也不太差 我覺得以後事來說 只要這樣看 拉線 近期的低位大概5.8元左右 我覺得如果未來不穿5.8元 其實可以繼續持有 或者未來等的 就是等著突破6.04元 繼續向上望 相關來說 如果你看過勢頭上 好像慢慢有一個 滑落現象下來 穿5.8元 才考慮指示離場 相對來說 等一等一等一大約一毛錢的水位 先看一看 不用太急現階段 立即去走貨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黎小姐 如果再侵貨 什麼價位好些 交貨的 值不值得交貨呢 如果真的說到交不交貨 我覺得交貨的舉動 都不是現階段去做 因為始終來說 都剛才說到的 捱了那麼久 捱到回來 捱緊貨買入價 沒理由現階段去溝 因為始終來說 大概5.9元左右 打個比喻 5.9元和6.9元 全部加起來 大概拉回到6.3元 6.4元 整體上我變化不太大 底下 或者接下來整個圖都會看到 捱緊更高 立即突破也未知 所以現階段溝貨 我的確 風險比較高 或者也不太值得這樣做 反而來說 我覺得舊了 繼續持有 給點耐性等等 現階段真的不適宜加著 還有其他問題?黎小姐 謝謝 謝謝你 另外我們看看大市最新表現 恒指已跌穿了19,000點 最新報19,999點 其指方面跌280點 低上5點 國企指數最新跌139點 報10,497點 見到今天的市況 稍為做得差一點 最主要是上一節探討過 鄭愛維的情況 見到歐元區9個國家 被下調評級 會否見到今天的港股 會否見到要等到中央方面 春節假期之前 大家憧憬著的放水行動 才能做好一點 如果今天港股方面 走得弱 也算是正常的走法 小雲尼港上一節也說到 突然整個周末之前 被標普調低9個歐元區國家 多不少這些負面衝擊 都會令到股市少的震盪下來 但現在亂看 震盪性不算太大 只不過剛才下來 大概19時左右 這時間去拉腳 究竟接下來怎樣看呢 我覺得都幾看幾方面 有好有不好的因素 當然不好的 剛才也說到的 調低評級 究竟接下來還沒有相關舉動 甚至歐洲金融穩定機制 會有機會被捕後塵相關的動作出來 二來看到近期 剛才上一次也有提到的 資金方面 不斷流去美匯方面 意味著整個避險情緒 依然是比較高漲 所以這方面 大家都有一個人優性 但好的方面 剛才正如Liquette帶到的 大家依然憧憬中央 將來會繼續放水 甚至在春節之前 會有機會調低成長等等的行動 如果是的時候 可能剛才來說 有機會令大家的氣氛上有些改善 二來的話 雖然剛才也說到的 是被歐債方面 即是歐元肌國的國家被特質評級 但你見近幾次 歐洲國的拍債 反映都幾理想 甚至息口都有一個後面的回落 這些都是有些好的現象 所以正在五階段看 究竟在好的方面力度大 還是力彈方面力度大一點 但我自己這樣看 我覺得雖然現在整個市 好和不好的因素都有 但始終來說 根據過去兩個星期的看 或者過去幾天的看 整個港股也好 或者橫球股市也好 那幾下上來的動力 其實有相關的入市支持 成交量也不錯 意味著大家入市動力 慢慢的心態上也有回來 其實我覺得不會差到哪裡 甚至於接下來 我會覺得 只不過經過這一下正常調整之後 只要接下來不是太多 不是那麼快 但是立即有其他的 譬如歐洲運動 金融運動機制 或者其他的歐元區 被調革命級的話 當大家消化完一陣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市場有條件再上去 甚至技術上看 現階段的確不是太多差 因為剛才說到 下來了之後 現在萬九點在附近拉脚 你說是否這麼快判斷萬九點失手 我覺得有點言之過早 甚至來說 我覺得就算萬九點 也未必是一個比較大的支持位 反而支持位來說 其實之前都說的 就是踢回一條十線線 矮近一萬八千八列區間 我覺得如果支持位比較重要 先踢回這些位置 如果一天這些位置都未失手的時候 其實整個勢頭來說 不算太差 甚至我覺得當這幾天喘令之後 有條件會慢慢走上去 另外我們看看內地股市的最新表現 看到今天內地股市表現都是下跌 上證綜合指數跌16點 報2227點 戶芯300指數跌18點 報2376點 深淨城市方面跌79點 最深報8951點 三大指數跌幅0.71%至0.88% 看到今天內地市來講都是下跌 其實剛才都分析了 其實港股要在甚麼情況下 才可以利好 內地股市的表現 其實是否跟港股都是順次相異 是的 如果在內地股市方面 究竟接下來的走勢或走向 是否跟港股都算差不多 或者看的因素都算差不多 的確來說都會有些相對事 但至於內地股市來說 我覺得看的因素 看本身自己的因素多一點 因為至於不斷地這樣說 整個內地股市 不斷地說為一個只是政策市 至於內地有甚麼舉動 或者實質的政策利好利淡 都完全會左右到 或者幫助到整個市的升年跌 反而來說 外來方面當然不多不少 都有少許拖累 但實質的效果上 有沒有好像跟港股那麽大的反應 我覺得這下為止 未必會有 所以正正來看的 仍然是看回內地方面 甚麼時候有些實質的政策 去調出回來了 所謂的政策就是剛才說到的 一些叫放水的行動 或者大家預期那麽多的 調低傳承的因素 是否在短時間裏面做到 如果你說有的時候 我都覺得接下來對內地股市 都是一個承托來得到的 而且近期看回 和港股相似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是一個成交 特別內地股市更加明顯 過去上個星期來說 連續兩地股市 差不多每天收市都超過1000億 甚至15億這些位置都度過 意味著大家入市的動力 較港股為之更加大 大家入市的信心 其實隨著溫總的言論回來之後 其實真的有些回湧一點 總之之後持續著 這個成交壓 又可以保持著勢頭的時候 我覺得市不會差到去哪裡 根據我方來講 只是仍然在等著 當成交依然是這麽大的時候 而市不是太有升 意味著真的等著一件事 就是等著甚麼時候訊號來 所有訊號就是放水的行動 如果當放水的行動 信號一來的時候 那一刻的升勢 其實我覺得都頗明顯 或者頗強勁 所以現階段看 只不過在等的時間 如果我覺得少許內線的話 其實內地股市現階段看 真的不是太多差 甚至在未來的勢頭上 慢慢有機會轉好一點點 從初步目標來講 可以看回大概之前提到的 2300點的區間 即是上一個政策底 因為跌穿了之後 其實不斷地有低位復復 現在只是等著甚麼時候回到上去 好 另外的 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有位Alan想問2388 就是19元入 現價19.56 短期之內現價出貨號 一定可以再上落 我覺得稍微看看 看看接下來10天線 會有機會跌穿 跌穿後才去到走貨 大概19元 如果19元都不塞的時候 暫時來說 這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回Wafi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哪有持有 沒有 好 麻煩 稍後回來就是發達廣場的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就是204-6566 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看到恆指最新跌158點 到19,045點 稍後回來再見